- 請三 - 請三 - 請三 - 我知道你有很多你想做的事 - 還有很多你想去的地方 - 之後我也都會盡力去達成 - 就像今天這場球分幾樣 - 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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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二 - 今天六月八號 通常這個時候我應該還在上班 然後今天就偷偷的跑來西子灣這裡 做下個禮拜求婚的場刊 然後應該沒有被發現 對 就我喜歡的他好像都不太喜歡 他喜歡的我也都不太喜歡 我們倆是相反的 對 然後這次我已經盡量找一個 我覺得他可能會喜歡 我也喜歡的場地了 希望下禮拜的球魂可以順利進行 現在超緊張的 比一開始來還緊張 心情其實到出門前都不會 就在試衣服的時候也不會 也沒什麼感覺 就是開車在來路上才開始覺得 好像有點不妙 我覺得他走過來 從那邊走過來路上 他應該就知道了 沒有意外應該他會哭啦 就我對他了解 希望他會點頭答應 I'm not fading star Hi 品山 我想剛才來的路上 你可能還在跟其他人抱怨 為什麼我今天不陪你來這個after party 跑去跟朋友打牌 那看到這邊你應該知道是為什麼了 從第一次我們見面吃飯 你連問都不問 就把你不喜歡的蔥花全部倒進我的拉麵裡面 我那時候就知道你是個狠人 要離開的時候 因為我一直要你先走 不一起走的原因 是因為你後來知道我改了那個很草的排氣管 我怕你會討厭 所以我只好讓你先走 不然你可能會覺得我就是個屁孩 別婚這件事我原本也是覺得說 我們兩人講好就好了 但是你不是這麼想 你是一個很喜歡疑似感的人 所以平常只喜歡嘻嘻哈哈的我 決定也該為了你要認真一次了 我覺得我們也真的很像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覺得你是跟我最合得來的那一個 這才是我決定要跟你走一輩子最重要的原因 謝謝你陪伴我的這些日子 我知道我自己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也有很多我們的目標沒有達成 我也希望你能繼續陪伴在我身邊 陪我一起達成這些目標 拜託你囉 張太太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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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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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mistakable Woo Woo 登場 Woo 那品三 其實我剛剛想說的話應該都在影片裡面說的差不多了 那希望今天這場求婚有符合你心中所想像的那樣子 可能過經驗過後我還是會變成像之前那個白目 然後一樣非常不震驚的我 那一樣也希望你可以繼續包容我這樣 那我們 等一下 那我知道 可能 你有很多你想做的事還有很多你想去的地方 之後我也都會盡力去達成 還有帶你去 就像今天這場求婚一樣 那謝謝你願意相信我陪伴我到現在 那之後也希望你會願意像現在這樣一直陪伴我 所以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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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 呃 雖然 那時候找大家的時候已經剩大概一個月左右吧 有些大家都願意波控來參加這場求婚 因為原本也不想麻煩大家 但是女主角堅持 所以謝謝各位 since they were 就完全沒有想到會是以這個模式 雖然我一直有說 就是我想要很盛大的方式 但我沒有想到會用這麼盛大的方式 就是 我有承認我是個蠻難騙的人 然後因為我平常就是那種喜歡出點子整大家的人 所以我覺得很多小細節我都會有一點發現 或是特別敏感注意 對 那我覺得他已經有盡他最大的努力做到這個90分了 原本就有幻想就是會有朋友來 但是沒有想到看到朋友的那一刻還是覺得很感動 然後謝謝你我把我的話聽進去 然後很認真的在為我準備這場求婚 謝謝你 然後還有一直以來你對我的包容 謝謝你這些年一直來的努力 然後我想你應該從來很少聽到我對你說我愛你 但是我真的我愛你 未來的我們我想還是會存在著你惹著我生氣 然後我生著你的氣 然後你依然不知道我在生氣 但是我相信 未來的我們在面對每一個問題 或者是一起執行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找到很舒適的方式 是屬於我們兩個的模式 那也請你未來要跟我一起在一起喔 旁邊先來三遍 非常 Tsou 嗨!品山跟活跟你 Feel 祝福你們你們終於求婚成功了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真的覺得品山你非常的難騙 因為我們剛開始本來是說 就是宴客結束的那個after party這樣 但是你就一直在那邊問東問西的 然後我就覺得你真的有點囉嗦 然後你又一直說你要自己去 但是我就覺得你家就是橋頭到西子灣就真的很遠 所以我們就是有麻煩聖詞 就是一定要載到你 然後你們就是可以比較晚來這樣子 這樣子女主角比較不會發現 對 反正呢 就是終於求婚成功了 我非常的開心 啊等一下我會傳影片給你 因為那個博生剛剛非常的緊張 有一些很好笑的畫面 還有你弟剛剛有扮演你 然後說我願意 這個也蠻好笑的 等一下我再傳影片給你喔 反正祝福你們白頭偕老 然後快點宴客這樣子 然後宴客的懶人包呢 都可以問我唷 因為我的懶人包CP值都是最高的唷 來比個愛心 好 啊你要說嗎 不用 好 OK 謝謝 恭喜你們終於結婚了 從看你們從交往到 就是現在 這一段路非常的 就是也是經歷蠻多波折的 祝福你們有一個更好的開始 然後就是以後的未來的 每一段時期我都可以陪你一起度過 恭喜你們 雖然說沒有看到你們在一起 是怎麼在一起的 好那但是在這過些過程裡面呢 看到你們的 有一些可能聽說的一些小吵架 或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好那我們都忘掉他 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是幸福快樂的兩個人 那兩個人呢 在一起就是一起的 那兩個人在一起 一加一就等於二 所以不管你們未來可能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相信你們都可以一起面對一起成長一起突破 加油 祝福你們 加油 這是我人生參加的第一個求婚 相信你們一定會很幸福的哦 恭喜 嗨 平山跟申哥 從馬光看你們到現在一路走來 也祝你們幸福哦 平山申哥要幸福哦 祝你們永遇愛和 平山申哥 平山申哥就是一個很會照顧人的女孩 對啊 我們是大學認識的 然後 從大一 就是大二認識他們之後 他就一直很照顧我 知道就是畢業之後 都還是有時候會關心我的生活境況啊 然後跟我男朋友的那個關係還好嗎 什麼的 讓我覺得很溫暖 然後 也一路看他在一路上的那個感情也有一點波折 可是好不容易就是遇到真的會對他好的人 我們也很替他開心 不要哭了 對 然後 對 我相信波神 因為有時候可能我們是短暫的相處 可是我覺得看出來他在一些細節上 真的也很默默的去照顧平山 那看到他們平常的互動 我就覺得很放心 因為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把生活過得很美好 然後 要遇到一個可以相知相惜的另外一半很不容易 祝你們永遠幸福哦 好大愛心 耶 恭喜波神終於找到真命天女 這麼值得男生真的也只有他可以接受 恭喜 求婚成功 耶 9月要去日月談哦 耶 阿酸恭喜你終於就是嫁出去了 然後很高興你找到就是這麼好的伴侶 就是願意疼你 然後照顧你 那希望之後你可以好好的生活 然後也歡迎你隨時就是想要回家都可以回家 阿酸新婚快樂 恭喜你是我們第一個結婚者 但是 不要忘記 我才是第一個被波神哥求婚的哦 雖然姐子沒有幫你試待 但很開心 你可以跳給波神哥 我知道波神哥是一個很好的男生 但希望你們以後可以幸福快樂